看新聞 開視野 歡迎收看今天三月三十號的公視手語新聞 首先來關心 帛琉總統會數人 昨天晚間與外交部長吳釗燮 一同出席記者會 會數人強調 台博旅遊泡泡是因為台博有很深厚的夥伴關係 所以才有實踐的可能 對於這次訪問團成員 由美國駐帛琉大使在內 中國外交部回應 堅決反對任何形式的美台官方往來 帛琉總統會數人抵臺訪問 二十九號一早先到新光醫院進行健康檢查 下午和醫療及航空界代表會面 希望能夠增加航班 晚間則和外交部長吳釗燮 一同出席訪台記者會 會數人強調 兩個國家的友誼 最重要的是互信互利 會數人總統此次帥團來訪意義非常的重大 除了開啟見證我們雙方第一個旅遊泡泡的現實之外 也凸顯了雙方的防疫成就跟緊密的友好關係 這是兩國關係的里程碑 而這一次美國駐帛琉大使尼約翰也同行 尼約翰先前曾經公開支持台北法案 批評中國惡行 這也是台美斷交以來首度公開具名來訪的美國大使 展現美國已經不忌諱透過官方正式關係和台灣接觸 中國外交部在例行記者會上回應 不要試圖突破中方底線 並且反對任何形勢美台官方往來 美國駐帕琉大使也是帕琉代表團成員之一 台灣問題是中美關係中最重要最敏感的問題 一個中國原則是中美關係的政治基礎 中方堅決反對任何形勢的美台 官方往來 我們敦促美方充分認識台灣問題的高度敏感性 恪守一個中國原則 台北旅遊泡泡4月1號正式展開 會數人強調 帛琉人民從1月開始陸續接種疫苗 目前已經有50%的人民已經接種疫苗 染疫的風險是400萬分之一 幾乎可以說是沒有風險 今天她除了將出席台北旅遊泡泡啟動記者會 下午也將和總統蔡英文會面 記者綜合報導 在蘇伊士運河擱淺六天的長四輪 終於在台灣時間昨天晚間九點左右重新浮起 並且順利移出原先擱淺的河道 目前蘇伊士運河已恢復通行 排隊等待通過的四百二十五艘船 有一百一十三艘渴望今天通過 拖船鳴笛慶祝 台灣長榮海運租用的巨型貨櫃輪長四輪 在台灣時間二十九號晚間九點零四分 終於開始移動 長四輪卡在蘇伊士運河 將近一個星期 總算重新回到航道中央 並且發動引擎緩緩向前移動 協助長四輪脫困的專家 將這場救援定義為物理問題 我們所做的就是 我們用了水力的力量 在河道中央返回彈 去推動船 我們希望在最後一天做了一件事 拖船在一旁協助 確保移動過程安全無餘 長四輪在台灣時間三十號 凌晨零點左右 抵達蘇伊士運河大苦不水域進行檢修 長榮也發聲明感謝 表示將在船東和其他相關單位 完成事故調查報告之後 協調船東處理後續事宜 危機解除後 蘇伊士運河已經恢復正常通行 不過專家指出到年底前 還會有至少兩萬四千艘貨櫃輪 要通過蘇伊士運河 甚至會出現比長四輪還要大的船 因此仍需特別注意 根據英國媒體BBC報導 德國保險公司安聯分析 這次運河航路不通 可能使全球貿易每週損失六十到一百億元 目前有四百二十五艘船排隊等待通過運河 其中一百一十三艘渴望在今天通過 公司新聞正為人中聯合編譯 來關心各大報的頭條焦點 中國時報和聯合報的頭條一樣是 長榮海運大型貨輪長四輪 擱淺蘇伊士運河六天 昨天終於脫困 再來看自由時報的報導 中國在新疆大規模迫害維吾爾族 引發國際社會呼籲抵制明年北京冬奧 據透露為了遊說台灣不抵制北京奧運 中國奧會今天和中華奧會 舉行兩岸交流座談會 直接拒絕陸委會派人出席旁庭 了解完三大報的頭條繼續來關心 台灣水情嚴峻 經濟部長王美花 和桃園市長鄭文燦等人 在石門水庫召開中央地方聯合抗旱會議 並視察阿姆坪防淤隧道 期許隧道啟用後 可以延長石門水庫的使用年限 而台大土木系教授李鴻元 則認為要解決缺水問題 關鍵就是水價 與下不來全台漢向持續 經濟部長王美花 農委會主委陳吉仲 以及桃園市長鄭文燦等人 上網在石門水庫召開中央 地方聯合抗旱會議 並視察阿姆坪防淤隧道 預計年底完工 將有助延長石門水庫壽命 我們希望未來至少都要維持 像現在的有2萬立方米的 這樣的一個水平 不要再清淤再增加了 那當然這個防淤隧道完成之後 會非常有助於它這個 相關的這個排煞的這個情形 王美花表示今年清淤作業 已經在上游加大力度進行 趁著目前水較少 也是加大清淤的好時機 而桃園市長鄭文燦則說 未來四月到六月沒雨季 七月颱風期 是否帶來豐沛的雨量人未知 要趁這一段時間 把上游砂石輸菌 下游水庫的庫底鹿蛙 跟清淤抽砂 多管旗下拉高水庫的蓄水量 相信今年可以正式啟用防淤隧道 那將來石門水庫可以增大 這個淤積的處理能量 那也可以延長使用的年限 面對中央地方超前部署抗旱 學者表示長期來看 台灣確實可能面臨缺水危機 既然現階段已經無法開源 那就只能從節流做起 越來越乾燥甚至會走向沙漠化 我們就必須要談節流 我們台灣一天目前 一天可以回收的水有285萬噸 事實上是1000萬人的用水量 我們只要把這裡面的水回收一半 我們基本上也不缺水了 學者認為要解決缺水問題 關鍵就是水價 政府不能再害怕碰觸這個話題 必須以合理水價 差別費率 耗水費 季節水價等來因應 另外也得提升工業廢水 需回收八成 並要求大企業也要使用 一定比例的回收水 多管其下 台灣缺水問題 才可能逐步解決 記者為陳信龍 詹淑雲 台北投文報導 國內新冠AZ疫苗開打一週以來 施打人數不到一萬人 有立委擔憂 接種速度太慢 衛福部長陳時中表示 將召開專家會議 研議第二波施打時間以及對象 最快明天會對外公布 此外 指揮中心表示 下一批AZ疫苗 渴望在五月底前送達 國內新冠AZ疫苗開打滿一週 全台施打人數不到萬人 只有九千四百一十二位 醫護人員接種 其中高雄市打氣最踴躍 有一千九百九十二人 其次是桃園市一千四百一十四人 台北市有一千三百九十九人 連江縣則尚未開打 接種後不良反應通報 新增三件 累計有三十一件 大多為非嚴重不良反應 大部分都是屬於發燒肌肉痛 或是頭痛或是出色不會紅腫熱痛 指揮中心表示 目前是針對專責醫院 第一線醫護人員大約二十萬人施打 第一劑與第二劑之間 至少需間隔八週 預估五月底應該會有 其他AZ疫苗來抬 還在努力協調中 至於核實開放 下一階段施打對象 包括非專責醫院的醫護人員 診所鑰匙等大約四十五萬人 須等專家會議討論後 最快週三三十一號公佈 那些非專責醫院的醫護人員 它數量其實蠻龐大的 如果是第一階段沒有打完的話 第二階段的醫護人員 就可以接下去打 那可能是在這個清明節前後之後 公佈都有可能 第一順位的第三等級的 大概就很快就要開了 好 那個部長有多快 多快我大概看這兩天的數字 禮拜三應該會宣布 另外韓國從上個月底 開始接種新冠疫苗 並宣布從四月起 民眾接種完疫苗後 不需要醫生證明就可以直接請假 台灣是否比照辦理 指揮中心表示 勞工打完疫苗後不舒服 可以請病假 試假 以及給全新的特休假等 家屬也可以請家庭照顧假 至於是否另外新增接種假 勞動部強調尊重指揮中心的決定 記者 有關房地核一 2.0版的所得稅法修正草案 在立法院財政委員會出審通過 規定2016年後取得房地 預售屋以及特定股權交易 兩年內出售就要課45%的重稅 希望用來抑制炒房 不過生肖日的部分 則保留炒業協商 房市續熱為了抑制短期炒作 攸關房地核一 2.0版本的所得稅法修正草案 在立法院財委會出審通過 這一回出審通過的房地核一 2.0從2016年後取得房地開始算 且課稅的對象除了新增預售屋 也增加特定股權交易 也就是交易未上市貴 新貴股票或出資額時 交易額度若超過總股份 或總出資額一半 而且該公司的股權或出資額 50%以上是由國內房地構成 就得課稅 至於境內個人及法人 適用重稅的短期交易 期間則拉長兩年內出售課45% 預兩年未滿五年內出售課35% 寄出重稅抑制打炒房 但生肖日期的部分 則保留炒業協商 實施範圍房子是從105年1月1號取得的 這個有涉及計謀的問題嗎 如果真的涉及計謀 基本上就是以前課過 105年1月1號以後 短期交易的房子我們還要回去追稅補稅 那這個事實上沒有這樣一個情況 時事日期財政部的立場是 我們的草案裡面就是由行政院定資 政府在打炒房的同時也新建社會住宅 更鼓勵包租貸管 內政部次長花敬群指出 包租貸管現在已經沒合超過一萬五千戶 由於目前囤房稅的版本都不夠完整 擔心反而造成房租上漲的壓力 但絕對支持以囤房稅 結合包租貸管的大方向 目前囤房稅這個論述大概只碰觸在房屋稅 而沒有處理地價稅 那甚至我們覺得持有稅的問題 應該是稅機的問題遠大於稅率的問題 所以說處理的標的和處理的角度 可能都可以再討論 但是大方向我絕對支持 另外為了吸引更多房東加入包租貸管 內政部擬修正住宅法第二三條 將美屋每月租金收入免稅額 從一萬元提高到一點五萬元 希望全面涵蓋各縣市的平均租金 透過租賃專法等面向健全租屋市場 記者委呈陳信隆 郭才言 陳柏玉 推報導 一年一度的雙北論壇 昨天登場 台北市長柯文哲 與新北市長侯友宜難得合體 討論雙北市之間超過百案的合作議題 對於外界關注的雙北市環狀縣之爭 兩人已有共識 等全線落成後 將協調出一家來經營 燕陽下 台北市長柯文哲 與新北市長侯友宜 肩並肩走在一起 視察由五谷垃圾山 整頓而成的五谷夏立地公園 今年的雙北論壇二十九號登場 遊行北市作東 但兩位市長互動不多 連握手都是由旁人提醒後 才合影留念 因為雙北市之間的市政合作議題 超過百案 得好好坐下來談 不過原本預計一個小時的閉門會議只開了三十分鐘就提早結束 但議題都談妥了嗎 外界關注的雙北市環狀縣之爭 兩位市長表示已達成共識 會有兩市協調出一家來經營 但要等全線落成後 再來討論誰當家 而淡北大陸的相關規劃 目前在等交通部的評估報告四月出爐 雙北的專案小組則會繼續合作與地方溝通 雙北市原則上是我們的南環 北環 東環 這邊已經快完成以後 我們原則上都是由一家來做一個經驗 所以剛剛科斯坦 跟我們之間有達成一個過分式 淡北道路現在是交通部還在處理 我想是這樣 等交通部跟新北確定到底要怎麼處理 台北市的原則上是我們都會儘量幫忙的 另外台北市U-bike即將升級2.0 新北市續用1.0 兩市之間 將出現整合問題 科文中指出 相關介面問題會有配套處理 侯友宜則承諾新北市會維持 不讓原本的服務水準下降 同時提升兩市市民使用上的方便性 至於雙北水肥爭議 侯友宜則希望可以有水肥的合作機制 界被宣謝其文 新北報導 共機昨天又七度船握防空識別區 都遭空軍廣播驅離 不過近兩年來國軍已經發生五起軍機失事 國防部指出人為因素最高 會持續監討改進 空軍臺東這行基地日前兩架 F1擦撞墜海 造成兩名飛官一死一失蹤 搜救已進入第八天 國防部副部長張哲平二十九號在立法院受訪時表示 目前搜救沒有新的進度 但會持續搜索 目前搜救還沒有新的進展 但是我們海空跟路上的搜索 持續的在進行中 而事故後大部分戰機都停飛進行特檢 空軍透露進度 預計四月初 F5系列戰機可以逐步復飛 會先由自身飛官駕駛雙座機執行 而對於近兩年國軍發生五起戰機失事 國防部報告指出 趙英中仍為因素佔百分之六十五點九 國防部將朝向強化督管機制 落實飛行紀律等方向精進 當之前人員看到有一些無案因素 但他不會 他也不敢跟他的掌機或跟資深員來講 措施了一個改正的良機 至於共機二十六號出動 二十架次擾台 雖然沒有飛越海峽中線 但架次打破紀錄 面對共機大打消耗戰 空軍也經進繁殖措施 從過往的派戰進應對 該以飛彈追監 確保共機不進入我國三十海裡的空域內 我們的警戒以及做區域警戒 然後過來用飛彈追蹤監視 確保他不會經過我們三十海裡面 共機二十九號中午之前 軍事迷記錄到七度闖入我防空識別區 空軍都以廣播驅離 而這也是臺美簽署海巡備忘錄後 共機又再一次派出多批次的軍機繞臺 街配聲謝謝文 臺北報導 澳洲昆士蘭大學研究團隊細放一隻 冰為水鳥 育育 上星期 根據發報器確認 他飛了六千多公里抵達臺灣 不過卻一直不見蹤影 所幸被台南市野鳥學會的會員找到了 確認他平安無魚 展翅邁開雙枝也是這瞬間 所以他就單獨一隻站在遠遠的攤地上 我估計大約一百一百米左右 玉玉又名紅腰勺玉 是體型最大的玉 主要分布在太平洋西側 及澳洲大陸沿岸屬於冰尾物種 這次由澳洲昆士蘭大學 研究團隊細放 據發報器記錄 他二十二號就抵達臺灣 卻不見蹤影 上週全台鳥友都在努力尋找 最後在台南雪甲濕地縣中 也讓澳洲團隊鬆了一口氣 確認這隻飛行六千多公里 來到臺灣的冰尾水鳥 暗然無一樣 記者王庭 許正俊 台南報導 珍愛藻礁公投聯數成案後 藻礁公投小組證實 這個星期 將和農委會主委陳吉仲見面 展開對話 陳吉仲則回應 希望環境永續下 找出雙贏的方案 藻礁公投聯數圖 突破七十萬 儼然對中央造成不小壓力 農委會主委陳吉仲 二十三號以簡訊邀約 溝通會議 經藻礁決策委員會 決議同意 藻礁公投小組 也證實這個星期 江和陳吉仲 組委見面會商 正在協調時間地點 和雙方代表人員 農委會主委陳吉仲表示 期待這個星期可以和保護藻礁團體 見面溝通 政府則無旁財會努力提出方案 滿足大多環團朋友的期待 而不是用保護藻礁和 減煤燃氣環境議題對撞 記者 詹淑雲 桃園報導 台中 苗栗以及彰化部分地區 四月六日起就要開始公五庭二分區限水 雖然近期面臨乾旱 彰化有幾處天然湧泉 都還是持續出水 吸引不少民眾前往取水 民眾蹲在地上搓洗衣物 這裡是彰化八卦山下的紅毛井 地方相傳是荷蘭人占領台灣石所開鑿 目前是彰化縣的歷史建築 因為井水不成乾枯 接下來彰化部分地區也要公五庭二分區限水 來這裡洗衣服的人一定會更多 這水是很好的事情 對嗎 這沒有水條最好 保持這個 四月找人公五庭開始的時候 我們這 阿嬤這裡洗衣服的人 一定會稍微增加 當地里長表示 紅毛井早年水質還不錯 但後來因為大腸桿菌樹超標 已經禁止民眾飲用 所以大多用來洗衣服 而在澀頭清水岩寺的甘露泉 則是自然湧泉 泉水長年不斷 在日治時期 還被列為台灣三大名權之一 每天都有人來取水回家用 不過最近民眾發現水量似乎有變小 而八掛山隧道下方也有天然湧泉 這是在二零零二年開通隧道後才突然出現 原林寺公所清洗垃圾車等車輛 還有公園澆灌都是使用這裡的泉水 每年替公所省下不少水費 現在限水在即 原本可能不那麼顯眼的天然湧泉 現在顯得格外重要 記者 秋水 王龍濤 綜合報導 感謝您收看這一節的公視手語新聞 我是王小舒 明天同一時間再會 請推荐轉 請推荐轉 進去 20幾乎 Jaz reveal